今天女生 今天女生厲害 今天女生跟她講的 外表跟那個靈魂是兩回事 是 因為我們都是有 台灣味的女生 喔 胎妹 唉唷 唉唷 又一樣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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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 哇哇哇 好漂亮喔 這個哇哇 尾腸 哇喔 好瘦喔 哇 好漂亮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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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胎妹的感覺 文青喔 有文青刺青喔 嗨唷 大家好 各位大姐好 嗨唷 老姐 老姐 大嫂 老姐叫蜜寶 蜜寶 蜜寶 是我介紹妳的三位是嗎 我是三十二二三十二 那我是來自 板橋的水水 他才有像會講出這種 板橋的水水 板橋的水水 他的樣子跟他的個性差好多 對 他才的部分慢慢冒出來 張君麗 有耶 他妹妹 你看真的很像 也不用這樣子吧 張君雅 我泡麵的是 對啊 真的有點像耶 然後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雙子座 滿善變的 那你現在在做 善變 現在在做直播 直播 那請問一下 你的字幕很漂亮 是現在流行的 就是就走 那個可愛派 跟卡通派 對 很可愛 上面還有拿吹風機 拿吹風機跟那個剪刀 我一起來職業 你以前是沒法師 沒法師 塑吹風機跟剪刀的 對 不是 你是製造師 製造師 我故意認錯 請問一下妳被好姐妹誤會開啟喝酒之路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其實沒有辦法喝酒 那我對朋友都很重心 就是例如他被欺負 被男朋友打 是 那我都會想說 不行 我要幫妳報仇 然後我要找我男生朋友 去打回去 Oh my God 這個不鼓勵 這不鼓勵 加倍奉還 不是 女生 女生是這樣子 就當你們這個爭吵到 如果有動手的話 就離開 而且趕快離開 再也不要回頭 真的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有醫就有二 對 那既然不合到這樣 對 何必呢 對不對 你知道換 多好 對啊 我想要留著傷害自己 對啦 對啦 換個新的多好 對 就更選一個 單身嗎 單身嗎 單身 好 這四位 來 我們起臉 來 手要伸出來嗎 哪一個你覺得 不用 太噁心了 好不好 那個太老派了 好不好 那是 來電虎石 我沒講 透露了 嗶嗶 成八怪 從這四眼的第一眼印象 你覺得 你會比較喜歡誰 比較喜歡 立東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看我就笑得很可愛 覺得好熱情 好勉強 很熱情 親切 親切 那豪平呢 是不是有點陰沉 哎呦 不會啊 他確實會 他確實會喔 你居然用這麼含蓄的方式 叫他改行 那 Ken哥咧 像魔術師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講法 Ken哥咧 對 Ken哥咧 像導演 該不會是 你剛剛在外面偷聽是不是 這個很厲害 唱片跳榜的耶 很會 看起來就有那個感覺啊 那你知道他有派電影嗎 就可以看出他是什麼 他嗎 他嗎 醫美公關 醫美公關 就你臉長成腳 臉不自然 臉不自然 這次我很開心耶 塑膠 塑膠臉 他覺得他五官完美 塑膠的喔 因為他五官太完美了 對 真的好看 那女生都會嫉妒的皮膚 謝謝大哥 你是不是滿會講話的 他都不得罪你 你應該是公關吧 不是 好會 可是你這樣子 應該很多人追你 怎麼會感到 沒有啊 就看起來很多人追 然後其實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看就是一臉愛花錢 然後愛領酒啊 然後跑夜店跳舞之類的 然後其實沒有 而且我看起來有病 公主病 哇 這個會像很多男生這樣看到他 就啊這個 這個不好 不好搞 我搞不定他 搞不定 然後就一看 家裡 不怕痛 哇 還得了啊 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是一種藝術 對 我跟你講男人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都很笨 每次看到你 啊這個我一定追不到 屁咧 你 推你一下沒有追不到的女生 真的 怎麼了 你是不是已經偷看過我的電影 我的電影就在講 真的啊 裡面的趣情 男生永遠覺得 他最喜歡那個 他是絕對追不到 不可能的 怎麼可能 但其實他有機會 但是其實都是有機會 你必 你真的沒有把握 我跟你講現在我們只是 我們只擔心甩不掉 我們不會擔心把握 太好 哇塞 我自己講話好像越來越大膽 台灣 蘭朗 蘭朗 真的 真的 好深喔 就是說其實女孩子就是這樣嘛 你只要幽默 你真心對她 真心 他也會回應 他一定會感動 真的 但是還在量力而尾 哈哈哈哈 講了這麼多經驗 然後最後面卻跪 不是 你要在你的環境 環境 可能的之下 你說我現在跑 就是之前我跑去跟林志妮 欸欸欸 對不對 他會覺得 你是個色狼 對我會 因為沒有交集 一定要有交集 就不用妄自菲薄 但是量力而為這樣 真的 現在很少那個鮮花會插在牛糞上面 我們就是牛糞 牛糞 好不好 你算高級的嗎 高級牛糞 頂級的 和牛的牛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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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濕肥料 我是情熱牛的牛糞 你個性也像男生 像啊 很像 可是你長得很女生耶 我喜歡跳動感覺 因為剛才說過就是雙子座啊 就是喜歡讓人家覺得 哇你好有氣質喔 然後一認識 怎麼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會很有新鮮感 對我喜歡 然後人家說摸不定這樣 所以他都這樣 你好好氣勢 欸對不起等我一下 要吃冰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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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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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會 會 會對你什麼樣的想法 對我什麼樣的想法 會把我當成兄弟 因為我蠻愛學男孩子 走路外巴 然後坐之下 要談判一樣啊 不是 這麼愛談判是不是 你怎麼都會談判 不是 不然就打人 我直播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做這樣 欸 歡迎那個誰誰誰進來喔 就比較自然一點 對 江湖味的那種感覺 對 直率 會覺得很好玩啦 好比這條大講話 好比都會慌 我嚇了 江湖味 好比你像一隻掏口袋 因為我覺得是需要把一些那個 用符好好修飾一下 因為他剛剛說他朋友會打人 什麼東西講出來 他們這種反應跟他直來直往 他們這種人唯一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不會騙你 不會騙 真的 直白 都拿真心給你 對 他真的喜歡我就喜歡 他只會騙你的身體 不會騙你 不過 你要給大家建議一下 有些男生什麼樣的行為 真的 因為男生他永遠站在自己的立場 他就會 在還沒有付出之前 就想要別人給予他什麼 因為我們心裡面一直在想說 我要想跟他當朋友 我要想希望這個女生跟我出去 可是問題是 人家為什麼要跟你出去 真的 憑什麼 對 人家跟你沒有連結 所以你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跟他跟異性朋友接觸交往的時候 假如你們是一起是同事好了 你可以在同事的身分上面 你可以幫到他什麼 你可以為他做什麼 要給對方動機 要給 對 譬如說你幫他影印也好 你在辦公室裡面 對啊 你幫他做一些文書處理 什麼等等 對 對 大家就硬起來一起工作 對 一起好好工作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對你 他跟你之間就會有連結 之後你們才有可能會有情愫的開始 真的 因為男生都已經 通常都已經在這個狀態裡面 就說我要跟他談戀愛 對 自己已經先到位了 對 人家你要慢慢的 先從朋友開始 引導 所以現在就要很多年紀人 要到LINE他也會追到 對 就滿足了 對啊 很多男生是這樣 他是我的了 對 他要到之後 而且他還跟別人炫耀 對 會 然後太快就直接叫人家寶貝 或是說你看這就是我女朋友 如果拉出來就說 這我女朋友 對啊 不行 這個行為太惡劣了 太噁心了 像我們以前女生出來 第一次 第二次都說 這是我朋友 對 你就對面 對 就保持距離 真的 到現在我遇到康哥的老婆 他也說 你看 是不是 你看 是不是 終於19 那是想幹嘛嘛 對啊 是不是 菁姐來 請坐 謝謝